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部《马斯克,世界上最酷的人》。 今天给大家主要讲的是SpaceX公司及特斯拉公司的创办人马斯克的业务头脑。 本书的撰稿人蒂姆,额班是美国知名的商务与管理学博文。 该部落格名叫Wait But Why,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等等,怎么了? 他最善于回答看似简单但实际非常复杂的问题。 例如,为何许多人都会有拖沓,或是为何不注意他人的想法? 额班的文字是诙谐的。 而这篇短片中还附有一幅生动有趣的火柴人的插画。 每个月,Blog都会有超过200万的浏览量。 而马斯克也是如此。 马斯克在2015年找过额班,询问他愿不愿意近距离地看一看他的作品,了解他公司的经营方式。 额班去了一趟马斯克的大公司,与马斯克等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并撰写了四份关于马斯克的商务思想的报告。 和马斯克的硅谷钢铁侠不同,额班写的并不是马斯克的故事,也不是他的功绩。 他只是想要回答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马斯克和他的公司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普通民众能有何收获? 许多人认为马斯克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领袖,仅次于乔布斯。 看看马斯克的初创公司,从特斯拉公司到SpaceX,到研究大脑连接技术的Neural Inc,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马斯克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理想。 他想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将自己的星球变成一个新的星球,也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的智慧,而不是被机器人所代替。 马斯克是怎么做到这些呢? 他的野心远超普通创业者,他能从一个新的领域中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然后用自己的资金去改变这个领域。 他也是一位完全符合工程师思想的经理,他不会自我膨胀,也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他坚信只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一定会有新的生物出现。 本书着重阐述了他的经营思想和才干。 首先,马斯克和普通的创业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 第二点,企业家能从马斯克身获得哪些教训? 第三,马斯克的公司为何如此出色? 第一段,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马斯克和普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之间的区别。 近距离地关注马斯克,俄班发现马斯克和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在于, 大部分人都是厨师,马斯克是厨师。 可别小瞧了这一点,厨子不少,厨师就不多了。 厨子和大厨最大的不同在于,厨师是按照菜单上的步骤来烹饪, 而厨师却不会按照菜单去烹饪。 食谱是一种可以模仿的法则。 不按照食谱来烹饪,就是不愿意模仿别人的方法, 不被既定的规矩所约束,要勇于革新。 例如,马斯克在特斯拉这个更有成效的电动车计划中, 我们明白了为何不按照菜单烹饪。 十多年以前,为了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 马斯克宣布要制造一辆电动汽车, 那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很少有企业能在这一领域立足。 并且,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的巨头, 也就是拥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 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 德国AB,奥迪,宝马,奔驰, 还有欧洲的一些老牌汽车制造商。 对于马斯克,这种完全没有制造过车, 甚至连汽车界都不了解的硅谷人, 竟然敢跟一个大汽车界叫板。 然而,多数情况下, 处于高位的人会安于现状,不愿上进, 而且会变得谨小甚微,规避危险, 缺少想象力。 在这个时候, 一个外部的竞争者从一个崭新的视角, 审视了这个产品, 将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为何其他行业的竞争对手, 更有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 没有任何的规则和经历, 没有任何的局限, 没有任何的创意。 事实上,教主乔布斯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乔布斯之所以被开除, 是因为他太专注于苹果的设计, 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现实, 那就是公司的运营必须要有销售额和资金。 当乔布斯在1990年代重返Apple时, 他创立了皮克斯公司, 成为一名二次创业的人, 创立了皮克斯公司。 在他的推动下, 从PC市场中脱颖而出的Apple 成为了一个新的行业, 它改变了一个又一个的行业, 从iPod到iTunes, 到横扫整个音乐市场的iTunes, 到横扫整个世界的智能手机,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竞争者, 向其他竞争者发起了挑战。 马斯克是一名汽车工业的外来人, 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想象, 同时也是一个新兴企业, 向当权派发起了挑战。 十多年之前, 当马斯克宣布要制造一辆汽车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主意。 这不仅仅是他与汽车界毫无瓜葛, 而是他之所以会进入这个领域, 纯粹是因为他相信, 只要能够降低废弃的排放量, 就可以帮助环保。 马斯克在这一点上, 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他的目光和普通人不一样。 电动汽车不能广泛使用, 其根源在于, 电池的续航能力不足以支撑长途运输。 不过, 数千个锂电池加在一起, 一次充电就能跑三四百公里, 这已经足够了。 马斯克也很清楚, 笔记本上的锂离子电池容量很大, 性能还在继续提高, 很有可能会按照摩尔定律发展下去, 就好像一块晶片, 一年又一年地提高效率, 并且还会降低生产成本。 马斯克发现, 除了在新技术方面, 还在不断改变的业务模型中, 发现了革新的机遇。 对于马斯克来说, 通用公司这种巨头级的公司, 现在却是一家以金融为主体的公司, 无时无刻不再追求着利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特斯拉更注重产业的中心, 即其产品。 马斯克相信, 企业要想成功, 就必须要有好的产品。 所以特斯拉的Model S一上市, 就受到了热烈的好评。 根据这位创办人的描述, 马斯克和一般创业者最大的区别 在于理念上的差异, 不过大部分人并没有完全明白 马斯克所提倡的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这位创办人的原语是, 就好比一堆人在一部计算机周围。 你看看,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部机器。 好的, 总结。 马斯克和普通创业者的差距, 简直就是厨师和厨师的差距。 普通厨师都是依照菜单来烹饪, 厨师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会在用菜室来烹饪, 而是会不断地进行创意和创造。 一个大厨, 如果能超越普通的大厨, 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行业, 那么他就可以向那些自以为是的公司发起冲击。 第二段, 马斯克和他的公司都是如此的牛逼, 那些企业家们能从马斯克那里得到多少有用的东西。 额班从马斯克那里得到了三个经验教训, 这些准则都是企业家们需要学习的。 第一条法则就是, 你一无所知。 这话说得似乎很轻松, 不过, 每一位成功的创业者都会因为过于自信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要一直保持低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美国前国防大臣拉姆斯菲尔德曾将人的认识划分为四个方面, 了解, 不了解。 懂得不懂者, 懂得虚怀弱骨, 不知其然者, 即是愚者。 马斯克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态度。 举个例子, 马斯克在制造汽车前, 就靠卖PayPal这个网上付款网站而大获成功。 许多成功人士都会认为自己是个超级英雄, 然而, 马斯克却不会这么嚣张。 他在创立特斯拉的过程中, 对汽车业支支甚少。 不过, 他对一个新兴行业有着超乎寻常的求知和狂热的工作热情。 鄂班在接受马斯克的专访时, 对该领域的理解远超其他汽车工业的工程师。 第二条法则是, 你不但自己一无所知, 别人也一样。 也就是说, 你不但要始终保持自己的虚荣心, 还要随时对他人和所谓的权利抱有戒心。 在很多时候, 在权利面前, 很多人都会屈服。 例如, 有名的神话故事《新的王》, 皇帝上了奸诈的裁缝的当, 披上一身不真实的, 号称是新的服装。 在街上行走时, 群臣和平民都对他赞不绝口。 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种是彻底地被洗过的, 鄂班把他们叫做高傲的厨师。 这样的人, 早就养成了自己的食谱, 不会去怀疑那些有权势的人。 第二种是鄂班所说的, 没有信仰的厨师, 其中就有神话故事中的皇帝和大臣, 因为他说, 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到新的衣裳。 国王和大臣们虽然看不到新的, 却没有信心。 他们害怕自己没有看到新的, 所以都装作看到了新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信仰有问题, 但他们不会质疑自己的权威, 而是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 第三种则是恶言恶语, 他们能看到真实的事实, 却只是将自己的思想隐藏起来, 而在外表上却像其他人那样配合, 被鄂班称为内心深处最痛恨的厨师。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不想按照规矩来做饭, 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去质疑别人的权威, 所以他们只能在心里破口大骂。 第四种则是单纯的少年, 他是真正的厨师, 他坚信自己的观察力, 不会盲目地去质疑别人的权威, 也不会去质疑别人的观点。 皇帝穿上这件新衣服, 实际上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 谁都会有一种穿上新衣服的心态, 虽然大家都觉得这套衣服不可靠, 但大家都这么做了。 作为一个好企业家, 马斯克的第二条原则是, 要当一个单纯的, 坦率的孩子, 不要盲目地依赖于权威, 他坚信自己的观察力, 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出一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 因此, 他将会在许多方面向常规发起挑战。 在大局上, 其他人认为不能在火星上定居, 但他必须先做个实验。 从小规模上来说, 例如, 汽车销售必须要经过分销商, 而特斯拉则直接开设了自己的分店。 事实上, 马斯克之所以想要做一辆车, 是因为他知道, 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并没有看到, 什么新的技术能够改变整个汽车产业, 即便是看到了, 他们也不会说。 如果说汽车业将修理和改善视为一种革新的话, 那么, 我们将很难看到将来。 既然他认为, 那些所谓的高手并不会像他一样, 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 那么, 马斯克对于自己的观察力也会更加自信。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三条准则, 以容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挫败。 马斯克认为, 要想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必须具备一种对挫折的包容心态。 这就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 科学的心态是什么? 那就是首先给出一个猜想, 再进行试验, 收集各种证据来验证。 科学的观点, 就是要从对假定的论证中获得知识, 而没有任何假定是不可证实的。 如果假定是错误的, 那就是一个错误。 而科学家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 以一种科学的心态去看, 就会发现, 在整个的学习中, 挫折是一个很大的环节。 只有在你能够更加包容地面对挫折, 并且能够更好地了解到, 在科学的过程中, 你才有勇气跨出你所熟知的领域, 大胆地进行革新。 马斯克已经多次尝试了。 特斯拉第一款以莲花为基础的Roadster, 销量并不好, 在测试中经常出现故障, 销量更是一塌糊涂。 不过马斯克发现, 在他的首次汽车制造中, 有两个重大教训。 他首先确认了锂离子电池的耐久度, 这让他更加有了继续在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信念。 不过, 他发现自己还是小看了一辆好汽车, 这对他以后生产Model S有很大的好处。 事实上, 当你看到马斯克还有许多事情不明白时, 他依然会有许多的挫折, 但他确实相信自己可以做出一些新事情, 改变这个世界。 在2018早些时候, 特斯拉和SpaceX两家公司都遭遇了重大的打击。 大众版Model 3的2017年销量比分析家预计的要差很多, 这也意味着马斯克又一次轻视了量产的困难。 倘若不解决2018年的产能问题, 特斯拉未必就会成为智能电动领域的领头羊。 类似的SpaceX公司的猎鹰9, 在今年早些时候, 在美国的一颗神秘的Zuma上, 发射了一颗无法正常运行的Zuma, 这让SpaceX公司再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这也意味着太空领域的高度危险不容有失。 然而, 猎鹰9型大型E级运载火箭成功降落并成功地返回地面, 这也证实了Mark设想的业务模型具有多么超前。 第三段, 下面让我们谈谈马斯克公司为何如此出色? 对于人类的创新与发展, 马斯克有一种独到的洞察力, 能够洞悉到怎样去改变? 他亲眼见证了, 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里, 整个人类的科技进步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前, 人们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发明, 那么在工业革命后, 所有的科技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 如今, 整个人类的智力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电话的出现, 全球数十亿的大脑都可以进行即时通讯, 他将今天的这个群体智力称为人类巨灵。 想要改变,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类的灵魂走到一个特殊的道路上。 如何将人类的灵魂推向一个特殊的目标? 一个字就是资金。 换句话说, 想要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 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动机, 那就是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一个地方, 这才是马斯克最关键的地方。 企业家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资本, 只要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可以去做, 你可以用你的知识去做,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做, 让别人也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此, 马斯克并没有将自己的目标放在赚钱和垄断上, 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新兴产业的商机, 并投入这个领域。 想要实现这一点, 必须要有一个远见, 要知道改变的最终目的, 还要在技术上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 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因此, 马斯克在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之后, 最初的策略有两个, 一是寻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业务, 帮助公司实现技术上的突破, 再将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共享给整个行业, 让这个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 它是怎么把人的灵魂从这个世界上拉下来的? 前面提到了, 当初马斯克创办特斯拉时, 他的目标很清晰, 他觉得, 地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最大的难题, 而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地球上的几十亿辆车, 只要能够研制出一种可以取代汽油和柴油动力的电动汽车, 那么就能减少汽车的废气排放量, 从而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首先, 马斯克必须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业务模型, 他要做的, 就是做出一款能吸引富豪们, 并且让他们愿意购买的帅气的电瓶车。 因此, 特斯拉推出的第二款车型, 特斯拉S, 一经推出, 就被每消费者杂志评选为最有创意的车型。 马斯克的目的是使Model S成为一种可以大规模生产的产品, 而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玩意儿, 它将会成为一种实际的切实可行的产品, 并为特斯拉创造更多的资本。 在特斯拉成为了电动汽车的标准后, 它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让更多的人买到更多的汽车, 让更多的汽车厂商参与到新一轮的生产中来。 特斯拉现在还没有盈利, 不过这款Model S的上市, 却让马斯克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马斯克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他使用了一种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很成熟的锂粒子电池, 制造出了数千块的电池组, 一次充电就可以和普通的燃油汽车相差无几, 彻底解决了驾驶员的里程忧虑。 成百上千的人在购买一款新车前, 先交一千美金, 这更加深了他对这款车的认知。 世界汽车业在最近五年里的发展, 都在按照马斯克的计划进行着。 马斯克不但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动公司, 也让整个汽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Model S上市后的这段时间里, 各大车企都在宣称要生产一款电动和混动车型, 而那些新兴的车企也不会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的精力。 整个汽车业的变化正如他所料, 推动着一个巨大的灵魂, 向着一个方向前进。 现在各大厂家都在生产电动自行车, 让电动自行车更便宜, 更符合大众的需求, 从而达到马斯克理想中的永续能源。 还有马斯克的SpaceX公司。 在美国私营空间技术的十年里, SpaceX是一个迅速成长的公司。 马斯克对这个公司的选择很清晰。 它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 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一颗可以在两颗星球上生活的星球。 这样既可以帮助人类在遇到威胁的同时, 也可以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庇护所。 不过,想要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方向。 SpaceX发现了一种新的业务模型, 即生产一种既能回收也能安全的新型运载火箭, 从而使其能够成为美国宇航局的一个供货商。 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来自于马斯克的最大的发现。 他注意到,常规的火箭很贵, 原因在于它在发射一次后, 就会掉进大气中燃烧掉。 而这个引擎在整个发射过程中占据了整个火箭的大部分费用。 若是一号火箭引擎可以重新使用, 那么它的发射费用将会大大减少。 SpaceX确实在该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 它成功地完成了地面和海上一级火箭的着陆和回收, 以及回收的火箭引擎。 在马斯克看来, 这枚回收火箭最起码可以再用30次或者100次, 而一旦SpaceX公司以后还能再利用一次, 那么这枚火箭的发射费用将会降低1%。 如此一来,将会有更多的公司和资金涌入, 大大减少了航天飞行的费用。 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公司参与到登月计划中来, 以达到马斯克的设想, 让人类在两个星球上生活。 总之, 马斯克对企业的思考是建立在对当前技术革新的深刻认识之上。 他认为, 要想迅速改变, 就需要调动全人类的共同智力, 也就是人之灵魂。 而要实现这种转变, 首先要有一个可以支撑企业进行革新, 打破技术壁垒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二, 要让整个行业爆发, 让更多的资金投入进来, 让集体的努力加快改变, 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马斯克看来, 一个想要改变世界的发明者, 不仅要有远见, 还要专注于工业的方方面面, 而不是局限于现有的工业, 而是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总之, 尔班从马斯克那里得到了三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一是要虚心, 二是要接受自己一无所知, 二是要有信心, 其他人也是一无所知, 要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挫折。 也就是说, 谁要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 他必须要有一种科学家的思想, 也就是说, 他从来没有盲目地相信权力, 他总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并且能够容忍地看待他的失败。 唯有如此, 我们可以不断地向自己警示自己, 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并对将来的前景更加自信。 好吧, 至此, 本书的主旨已经大致向您提供了。 以下为您简要介绍, 马斯克可谓是乔布斯后,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一位跨国企业家, 他关注火星殖民, 防止气候变暖, 以及人工智能替代人等重大课题, 尤其擅长创立公司来解决问题, 并促进产业转型。 就像特斯拉在汽车界引发了一场电动汽车的变革, SpaceX可以将其在宇宙中的花费降低到十分之一或更少。 若要概括他的经商才干, 他看似是在做生意, 其实是要实现他的远大理想。 他要做的, 就是把人类的灵魂拉拢起来, 加速改变。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建立可持续经营的经营方式, 第二要扶持企业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这样可以带动整个行业, 让更多人来投。 马斯克的三大认知法则可以参考, 一是认识到自己的极限, 始终保持虚心, 永远不要妄想。 二是要有一颗质疑的心, 不要盲目地信任别人。 三是要有一颗对自己的错误态度, 要有一颗科学的心, 坚持自己的信念, 坚持自己的观点, 去发现新的生物。 与其他企业家们相同, 马斯克还在前进中, 他还将面对着失败与挫败。 而马斯克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有一种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去看待整个行业的发展, 以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去看待整个行业的发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